最近很多朋友给我推荐这个西瓜家的瓜瓜瓜 说品货非常不错 所以我花了157卖了回来 导致我家现在听取蛙声 鱼片 打开以后确实香 本期视频我会从以下几点介绍 改模 涂装 优点 缺点 欢迎朋友们评论区留言 经常有朋友问我说 这些都是哪里买的 为了方便朋友们购买 所以我自己开了一个闲鱼店铺 名字叫做大鹏制简园 里面就上架了这个产品 包括之前这款腿部可以分开的丸子龙 还有飞翔机器人都上架了 希望的朋友可以搜索下我的店铺 粉丝朋友们购买 还有福利哦 还有小赠品 首先母具用的还是戴祖宗97年的连体挖 但是做了很多的改进 有的地方甚至把我感动哭了 盗版厂家都这么神针了吗 手肘的位置增加了齿轮关节 这个形态下影响不大 但是挖形态下 腿部的把持力度明显增强了 裙甲这里 膝关节这里增加了凸起 会感觉更加的立体 手臂后侧这里的空洞 不光给它填补上了 还增加了涂装 挖臂增加了肘关节 手部变成了球形关节 摆出来的动作更加灵活了 接着就是不容易被发现的改进 打开胸甲 类似于跌路版的凸起 也是加粗加厚了 最后来看一个神仙改进 可以说是设计师最后的倔强了 挖嘴这里有一个像门牙一样的螺丝孔柱 也取消了 你说这设计师他没有 他没有强迫症 我是不相信的 如果不是有着26年的把玩经验 这谁能发现 改进就这么多 再来看一下涂装 这个拿在手里的第一感觉就是 亮 可不是吗 浑身的灰色成印色 都改成了金属银色的涂装 胸口的金色电镀 换成了黄色涂装 腿部侧边加了金属绿色涂装 这三点让他更还原剧重的配色 甚至连小蝌蚪都躲不掉 一二三四五 多了五处涂装 还有个细节 就是全身都是涂装 像是手臂这里 腿部这里 全都改成纹身了 只需要贴一些你的贴纸就可以了 那你说 我就是想贴贴纸 没问题 厂家也是给你配了全套 甚至还配了推进器的贴纸 胸口除了标配的贴纸 出厂还自带了水晶贴纸 这里我很喜欢啊 改膜和换色 还带来了很多视觉上的提升 比如说 它没有水纹了 也没有水口了 干净了 舒服了 手感方面也不错 关节的松紧度很好 变性流畅 那它没有缺电吗 有的有的 肯定是有的 接下来就接受批评吧 首先是工艺还是达不到代格的标准 尤其是软胶材质的地方 你看 头部 蝌蚪 能明显看到因为缩胶产生的纹理 这 像是呱呱呱长出了皱纹 你看 头顶这里皱的 对了 头顶这里呢 也改了造型 能看出来吧 然后就是 手臂这里的水口 为什么不清理干净 为什么不清理干净啊 能考100分 你非要考个99 关键是 你还是金属漆涂装 我自己修 一刀一个小水口 这里要批评一下 整体往下来感觉还不错啊 不是唇帆代格的东西 能加入一点自己的想法和事迹在里面 就挺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志景云大鹏老师 好朋友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